今天要介紹的是 鍛鍊你的危機感 連文科生都能一小時搞懂的危機分 本書簡介 YouTube教學影片點擊超過1000萬 數間大學將其教學影片介紹給學生作為參考的TAKUMI老師 與一看到數學就有心理障礙的愛理 透過對話的方式帶你60分鐘 完全理解高中三年的危機分 什麼是微分 拿著顯微鏡去觀察肉眼所不能見的微小物體 什麼是積分 有如積沙城塔把如灰塵般肉眼所不能見的微小物體 大量堆積到看得見的程度 本書將微積分分為四個步驟 函數 圖形 斜率 面積 函數是什麼 F 是函數Function 的意思 針對輸入的東西及輸出的東西 兩者間存在著什麼相對應的關係 這就稱之為函數 舉例來說 把1放進去出現3 放入3出現7 -2的話就出現-3 請問這裡面存在什麼樣的規則呢 正確答案是 輸出數字是輸入數字的兩倍再加上1 親手來畫出圖形吧 把x 等於1代入 f 等於2x加1 寫成f1等於3 輸出結果就是3 了解函數及圖形這兩項單元 就完成微積分的熱身動作了 但是想要學會微積分 你還需要弄清楚斜率與面積 鍛鍊你的微積感 連文科生都能一小時搞懂的微積分 真的只要60分鐘 帶你理解高中3年的微積分 全面積分 絲綻維剪的太陽